大家好,又來到醫師好辣之醫師聊聊天小單元 今天很高興我要跟志豪來聊一聊 今天我們來聊聊頭痛 我想問一個問題 頭痛實在太常見,每一科都在看 身為神經科,你覺得頭痛到底應該看哪一科 其實頭痛真的很多科都看 而且大部分頭痛的病人 第一個,他一定還是會常找所謂加醫科 或鼻後科醫師 甚至其實婦產科醫師可能都會比我們還要 如果跟月經有關的腸道 對對對 所以頭痛當然我們一般來講還是建議 其實一般的頭痛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醫生都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遇到頭痛有幾個狀況的話 你還是會建議找神經科醫師來做個評估 譬如說有些頭痛的一些危險症狀 譬如說爆炸性頭痛 爆炸性頭痛的意思是什麼 覺得頭快爆掉了嗎 對,就是你從來這輩子沒有那麼痛過 在非常短暫的時間 大概一兩分鐘之間 從本來沒有痛到受不了 這種叫爆炸性頭痛 那可能有這種特殊狀況的頭痛 可能還是要小心 對,還是要小心 那我問你喔 你神經科看那麼久 頭痛那麼多類型 你最討厭哪一型的頭痛 最討厭哪一型 最討厭看不好的頭痛對不對 看不好的頭痛 但是其實有時候是這樣 其實身為神經科醫師 我其實看頭痛 我覺得是一個挑戰 其實也沒有不喜歡看的頭痛 其實有時候反而 比較不喜歡看頭痛是那種 比較很一般的頭痛 反而比較喜歡挑戰 喜歡看快病就對了 對,比較喜歡看那些比較 我們比較少見 因為其實光頭痛的分類 就兩百多種頭痛這樣 以前我們頭痛是一本書 對,所以其實真的有時候 看頭痛其實也不是說 不喜歡看那種 只是說有時候在跟病人 在衛教上面 其實我們反而比較常會 遇到困擾說 病人的頭痛 他一直都覺得說 他自己是不是腦袋有什麼問題 對 對,但其實絕大部分 都是所謂我們講的 原發性頭痛 可是病人就是覺得說 他沒有找到原因之前 他不願意對症 好下藥 他不願意治療 不要好好治療這樣子 那其實我常跟大家講說 其實頭痛不是只有 單純它是一個疾病 它是個症狀 它有時候是我們身體的一個緊急 其他的反應 對,包括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一些疾病史 都有可能藥物 都有可能會引起頭痛 那我幫病人問一下 其實我們婦產科也常遇到 跟月經相關頭痛 如果是真的經典症候群 其實我們多數用藥可以改善 對 可是很多病人很好玩 他覺得頭歪一邊痛 就要偏頭痛 要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到底什麼是偏頭痛 偏頭痛當然 他有他一定的定義 偏頭痛當然 他有幾個所謂的定義 第一個就是當然 他大部分是偏一邊頭痛 但有時候他有脈搏性的跳動 有時候有脈搏性的跳動 然後他疼痛的程度 大部分是中等到非常嚴重 他通常偏頭痛非常嚴重 然後呢 他會伴隨著 痛到最厲害會是噁心 或嘔吐的現象 會不會一些神醫學症狀 眼前放閃光這一類的 對,他這個眼前放閃光 這個叫預照 另外來講 大概有兩成的病人 偏頭痛會有所謂的預照 那預照 最常見就是視覺的預照 就是他頭痛之前的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他可能視力會突然出現一些閃光 模糊 亮亮的 或是有時候眼睛會看不太清楚 那當然有些是感覺的預照 他可能臉會麻麻的 手會麻麻的 那過之後就會出現頭痛的症狀 那這個我們就要講 叫做預照型的偏頭痛 嗯 其實我知道偏頭痛治療效果其實還不錯 所以不要害怕治療 還是有一些症狀要做 對,那我上次看你的臉書 臉書有寫一個 痛到要死的頭痛 這到底是什麼頭痛 這個我們叫自殺式的頭痛 自殺式是說痛到快自殺 對,其實我們教科士以前 我就記得一個很經典的圖案 就是那個頭痛 你會想拿一把槍把自己的頭轟掉 叫自殺式的頭痛 外國人 其實我們叫重發型的頭痛 重發型頭痛其實常常 第一個他比較常見的就是男生 男生反而比較多 對,中年人 中年男性 那常常他可能會在一年的當中的某個時間 通常是季節交替 季節性會交替 譬如說三月或十二月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發作的時間 而且他很多時候像鬧鐘一樣 就是這個時間就開始他就開始頭痛 那可能頭痛的時間可能會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而且痛起來痛不預生 他痛到他會想要撞牆 而且他會常常伴隨著一些 所謂我們叫做自主神經的一個症狀 譬如他可能會眼睛泛紅 然後一直流眼淚 流鼻水 打哈欠 那這種 這種我只搬熬夜會這樣 對 但是他就一邊 你會看到他 他就一邊這樣子 一邊這樣 那非常典型 有時候你看到他 你就知道說這個叫重發性的肌痛 那他這種頭痛通常吃止痛的效果很差 對 可以治療 可以治療 其實這個治療是要診斷對 治療上其實效果通常還不錯 通常有時候 所以也不要痛到想自殺就對了 對對對 其實這種頭痛是可以治療的 那最後給觀眾朋友一些建議 真的頭痛 你有沒有一個簡單的建議 我知道答案就是看醫生啊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頭痛其實就是一個 它是一個警訓的症狀 其實有代表說 你身體上可能有哪些地方出問題之外 另外還有包括你生活習慣的調整 然後一些誘發因子的一些避免 那其實如果真的這些 這些東西調整還是不行 可以找專科醫師做一些評估 然後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療 那其實喉嚨雖然大部分都有 但是只要好好治療 八成以上的病人 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生活平息 對 其實好好治療 只要持續的一個診斷跟協助 其實都可以改善 對 今天醫師好辣之醫師聊聊天 我們這個小單元到此結束